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老同学 给你听段有意思的录音 钟声 你陪一下王景啊 阿生是不可能答应的 那我姐你办总行了吧 你现实一点好不好 最大的现实就是我需要钱 爷爷跟妈妈的病都需要钱 我也得生活呀 你什么意思 你是想放死人才 你什么意思 您拨打的号码暂时无人接你 笑话吧 笑话吧 堂堂董事长的助理 做事情居然那么不小心 说出那样的话来了 说出那样的话还不算 还居然让人入了音 确实是我的失误 我会负责的 但我也是被别人陷害的 我一定要把真相讲出来 真相 有什么真相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你说得再多 别人只会当你是在狡辩 我相信大家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你那么看好大家 你那么做 只会让双方吵来吵去 让事情没完没了 我教你一个正确的公安办法 就是你一个人站出来 真诚地向死者家属道歉 然后把责任承担下来 实际就完了嘛 做错的地方我会道歉的 但如果明明是被别人陷害 为了平心事情而违心地向大家道歉 我做不到 你那 那 够了 徐总 小苏他已经知道错了 更何况这个事情没有爆出来 我们现在在吵什么呢 录音是不是在尚存手里面 网上爆出来不是迟早的事吗 思维说得对 先别自乱阵脚 咱们静观其变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